我就知道 你果然没有把清凌当真的朋友 清凌确实是我的朋友 不过她只是居姗姗的朋友 并不是山城集团大小姐的朋友 朋友这种东西也要讲门当户对的 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 我们并没有打算要高攀你什么 是吗 那我就放心了 再次恭喜你和清凌洗劫连礼 我早就说过了 你跟清凌是最般配的 草根接鸡 门当户对 你别再一口一个草根的 你父亲在发迹之前也是个草根 跟我们没有什么两样 花清凌跟我们山城集团攀不上关系 你也一样 少载着自命清高 委居此 要让销售持续上升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得想办法 尽快把酒店的品牌形象 让树立起来 你总说的品牌形象到底是什么 跟酒店的香气结合 去花店寻找 那我们应该去花圃才对 总经理你看 清凌姑娘是香氛的行家 还有那块手帕 那上面独特的味道 那是珊珊从意大利带回来的 那我们更应该找个行家问一问 也许清凌姑娘知道了 去花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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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招呼都不打一个就偷偷结婚了 一定把她 这样跟她见面好啊 总经理 总经理 到底去不去 让我再考虑一下 走 先去花圃本了 段天狼 你居然犹豫了 清凌都已经嫁人了 你还想见她 糟了 手帕 为什么绕了半天 你还不放弃那块手帕 不能让天狼知道我说谎骗她 喂 清凌我是珊珊 珊珊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我还没好好谢谢你 请我和阿海吃饭 你现在人在哪儿 我在花圃啊 我听说 天狼要追究你以前 对不起他的事情 要去花圃找你呢 不会吧 这人还有完没完了 她的脾气阴静不定 你也知道 听吴秘书说 你们还因为福利院的事吵过架 他这个人 特别爱计较 反正你避开她就是了 绝对不要被她逮到 她如果去找你 你一定要通知我 你记住了 我可是为了你好 才提醒你的 我知道了 谢谢你 珊珊 奶奶 我到杨阿姨家送花去 五分钟就回来了 你自己小心点啊 嗯 他怎么还真来了 谁呀 嘘 奶奶 嗯 有人吗 清零 没事开的 到底什么事啊 要是待会儿有人来找我 就说我不在 然后打发他走就行了 遇到流氓了 就跟流氓差不多 反正你一定要打发他走啊 啊 喂 清零 我是珊珊 喂 珊珊 你说得没错 断天狼真的找来了 我跟你说 千万要避开他 别被他逮到了 嗯 嗯 奶奶 您在家呀 哦 是你呀 是啊 你找我呀 啊 我是来找清零的 她在家吧 啊 她 她不在 啊 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啊 哎 坐下说 哦 来 坐 来 徐奶奶 嗯 我想向他打听一种香水味 当然 也可能是一种花香 花香 啊 什么花香啊 嗯 怎么说呢 这种味道 让人闻了之后 精神舒畅 后来呢 就全身无力 就像 就像 就像中了毒一样 中毒 我 不是不是不是 我们要找的香味呢 是一种能让人振奋 对 令人心动 让人心矿神移 像是 像 像 像 出烈 对 甜蜜的出烈 想说什么 哎 你们都把我说糊涂了 这到底是 是一种什么样的香 哎 我现在也无法用言语 去形容它 这种香味 只有闻了才知道 哦 这是 我的名片 哦 等清零回来了 让她给我打个电话 好吗 好 我会转告她 哦 那你们 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吗 啊 没了 呃 打扰您休息了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再见 好 慢走啊 记得让她给我打电话 好 我转告她 我行 许奶奶再见 再见 清零 快出来吧 过来 她走了 什么事啊 走了啊你呢 她说什么啦 她说要找什么香 让你给她打电话 奶奶 这是她的借口 你们之间是怎么回事啊 是她找我麻烦 什么事啊 神神秘秘的 端天老 你为什么又去找花精灵 你不知道她已经结婚了吗 你别跟我说什么为了香气 花谱又不止她一家 你为什么要去纠缠一个有夫之妇 你怎么知道我去过花谱啊 我刚去花谱 许奶奶跟我说的 我找她是为了公事 我干吗又跟你解释一些 你要去哪儿 又要去找花精灵吗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缠着她呢 她已经结婚了 这要传出去多丢人呢 我是要请你下去喝杯咖啡 好 我先走了 好 没问题 下次有机会我们再约 谢谢 慢走 您好 请我喝点什么 两杯咖啡 谢谢 请稍等 你的手工香水找到了吗 怎么用我问起这件事 上次你不是说不用了吗 我可以推荐其他品牌的香水 有很多类似的香味 手帕上的香水 会不会是秦玲自己调配出来的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那是我从意大利买来送给她的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 反正她对香气在行 这样 我不出面 你帮我去问问她吧 她跟她老公去度蜜月了 现在试点状态 等她回来吧 请慢用 请慢用 清零 什么意思 断天朗在找清零调配的香水 阿海 这瓶香水怎么在你这儿 这瓶香水怎么了 这是我送给珊珊的 天底下一样的香水瓶那么多 这是我自己调配的 而且这个瓶子 是我和奶奶找人定做的 市场上根本就没有卖 怎么会在你这儿 怎么不说话啊 快告诉我啊 这是我在商区院的洗手间门口 捡到的 我估计是珊珊忘在那里了吧 没事 那我拿去还给她 来 我帮你还吧 我想珊珊应该不想让你知道 她把这瓶香水弄丢了吧 还是我老公想得住的 那这件事我就装作不知道 居珊珊 我终于抓到你的把柄了 你一直隐瞒香水的来源 欺骗断天朗 断天朗的脾气 要是知道真相的话 一定会对你反感 我会好好利用你送给我的机会 居珊珊等着瞧 你笑什么 精灵 你真是我的福星 妈 你就是个散门星 妈 别介意 没事 你这香水哪儿来的 让我想想 我想到了 我是在郑泰酒店捡到的 这香水 是我不小心弄丢的 请你还给我 什么 是弄丢吗 不是你扔掉它 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丁海 你想干什么 我知道 断天朗在找这瓶香水 你怎么知道 你忘了 我可是个记者 一个被解雇的记者吧 我要把这瓶香水交给断天朗 拆穿你的谎言 你要干吗 为了了解这瓶香水背后的故事 我被迫吃了昂贵的牛排 值得啊 今天居然可以看见 居大小姐惊慌失措的样子 说到底你还是要钱吧 要多少了 开个价 就凭你这副模样 多少钱都买不到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还没有想好 上课了 居老师 我们要迟到了 我们要去 我们要去 慢走 谢谢 这个人怎么来我家呢 爸 爸 刚才那个人是正太的职员 他怎么来我们家了 你别想瞒我 他可是雪晴的下属 我见过他 你不会再搞什么小动作吧 你还是个讲师呢 这么不会说话 你爸爸我能在商场 独占一片天 靠的就是朋友 朋友就是信息 就是资源 朋友多了 总归是好事 这样我才能随时掌握 正太和段家人的动向 爸 你到底在盘算什么 段家 是希望促成你和天朗的婚事 这样他们自然会认为 山城和正太能合并 你是我唯一的女儿 他们想当然地认为 山城会是你的嫁妆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啊 我要他段天朗 把正太当作他的拼力 可是那个人既然能出卖正太和段家 那时候是不是也会出卖我们的 哎呀 山山 你还真的是太嫩了 让爸爸来教教你 当一个人抓住你的把柄 威胁你的时候 这反而是件好事 被威胁是好事 爸 你说明白点 我不懂 他威胁你 你就能知道对方要什么 当你知道对方需要什么的时候 你也就掌握了事情的要点 抓住了对方的弱点 抓住对方的弱点 抓住对方的弱点 当你给予的 超过他想要的时候 你也就掌握了事情的要点 那他也就 不会再威胁你了 他用香水要挟我 我又不能让天朗知道 给予的东西 超过他想要的 有了 我有办法对付丁凯的要挟了 爸 你把那个人的资料给我 东西带来了吗 得看你谈什么了 这是郑泰集团的商业信息 对你应该有用吧 这对我有什么用 这样一个商业信息 用它不管是讨好联合财经杂志 还是郑泰的掌门人 都是最好的筹码 你确定是真的 可信度百分之一百 郑泰集团这么大一家公司 有无数的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 掌握他们的商业信息 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想你作为财经记者 应该比我更了解吧 你确定是真的 挺准确的 在我中间银行 你什么是 你不给我的 我用一个不尊重的 你肯定是 人的 我 你肯定是 不信性 相信 你肯定是 在都 你哪儿来的 郑太的商业信息 最起码中层干部才能接触到 到底是谁能拿到酒店的资料 把它卖出去了呢 大总 这个男人很像居珊珊说的那个人 跟着他看看 会不会有什么发现 难道是他出卖了郑太 他没有理由出卖自己的男朋友 你以为他的 sheriff 那是他的网站 有什么意愿意 这一部门 那不都是他 他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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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像一个群家 我像一个一家 不是我像一个一家 他这一家 我像一个一家 你还不成功 你还不成功 小丽 这里 老同学 好久不见 来 坐 这么多年不见了 怎么突然想起我来了 不是突然想起 而是一直挂念 少来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我们杂志社要做一期 女强人特辑 我知道你在正太旗下的 百货商业广场 担任资源科副经理 女强人哪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接受我的采访 采访我 大本娘 段经理 有什么需要 看看 看看 吴秘书 我发现这香味 有一种清零姑娘的味道 老本娘 这个百合是什么品种 是梦陵百合 是清零花谱培育的新品种 放在店里是卖的 总经理要来一束吗 不用了 谢谢 对了 清零是不是去蜜月旅行了 旅行 跟谁啊 她天天都在花谱呢 她天天都在花谱呢 你忙 谢谢了 是哪一个男人 敢让我们小丽生气难过 刘承辉 刘承辉他就是个王八蛋 竟然过河拆桥 刘承辉是谁 我们班的同学吗 不是 人家可是正泰酒店 销售部的经理呢 他也不想想 要是没有我善小丽 他能赚那么多钱吗 原来出卖正泰酒店信息的人 真是刘承辉 你等我一下啊 我去洗手间 等我 我去洗手间 丁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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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个招呼就做 这些男人都一样 服务员 买单 加油老同学 那个男人一定会回到你身边的 今天我几个 哎 这么多车 生意来了 哇 这车我得卖多少花才能买得起啊 是 窗户怎么黑不隆隆的 什么也看不见啊 哎 有人呢 怎么又想参观啊 怎么是你啊 我那么找你你都避而不见 居然自己找上门来了 我 我有事我得先走了 哎哎哎 我说你呢 是不是你在贴小广告啊 没看见门口标识吗 为者还还款两千 不是我 绝对不是我 早就看到你了 真的 哎 你好 我刚才就从这辆车上下来的 不信你问他 这位先生是这样吗 不 不是我朋友干的 你决定 算你走远 你这个人还真是有意思啊 打广告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 你刚才没听见他说吗 乱贴小广告罚款两千 不是你这种大少爷能懂的 我们花圃又不是大企业 没钱打广告 只能发这种小卡片 这里好车多 说不定哪天 就被我碰上大订单了 你还真有想法 我怎么觉得你是在骂我啊 我有话要问你 咱们俩谈一谈吧 我没空 没看见我在忙吗 发完这些就可以了吧 那我帮你 我不用你帮忙你 给我 还给我 不要逼我 咱俩不是都和解了吗 我还以为你原谅我了 记者会 你还说咱俩是朋友 谁跟你是朋友 行 那你给我 我自己发 不用你发我 你们两个 还敢说不是你们 这回现行了吧 罚款两千 行行 怎么了 跑啊 走 跪 别跑 快 怎么了 不舒服啊 你可别吓我 你没事吧 你醒醒啊 你醒醒啊 别吓我 有没有人啊 你醒醒啊 不要吓我 醒醒啊 ğinğin 이거는 你相信有没有人啊 你醒了 你别误会 刚才我那么做 完全是出于人道主意 想救你 我没别的想法 你没事吧 我真的没别的意思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说你肚子里的孩子 你不是怀孕了吗 我没 你没事吧 行不行 你等着我去开车 我带你去医院 我没有怀孕 没有怀孕 你还愣着干什么 没看见你老婆害喜吗 赶紧过来扶她一下呀 我不是她 这孩子还挺折腾妈妈的 当男人的第一次都是这样 愣手愣脚的 快给你老婆拍拍背就好了 她 我 她没怀孕吗 怀孕前三个月不能说的 对孩子不好 虽然说是迷信 但当妈的宁可信其有 你这个老公什么也不知道 快过来扶着点啊 快呀 赶紧带她去医院看看吧 谢谢阿姨 没事快去吧 喂 你没怀孕 我没有 那你怎么不解释一下 她都误会了越解释越乱 反正她又不认识我们 可 可我还没结婚呢 我没有太人 我都没说你这 你要是介意的话 别跟着我呀 谁 谁也跟着你 怎么不接电话啊 该下课了呀 妈 我回来了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呀 我去接阿海 阿海早就回来了 你撒谎 到底去哪儿了 可能去的时候有点耽误了 就 没接上 你这败家媳妇 像你这样买 以后咱日子还过不过了 我是想这两天就不用去买菜了 菜要吃新鲜的 没人教你吗 没有父母 难怪 阿海是你老公 无论你有多想偷懒 他的饮食你可不能马虎的 知道了 妈 我知道了 妈 怎么了 怎么了 你怎么又惹妈不高兴了 我一样一样地教 我太累了 妈 对不起啊 我会把他教好 嗯 好了 快去做饭 嗯 又怎么了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阿海 你什么时候能找到工作 快了 快了 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 你很快就可以想儿孙福了 儿孙 阿海 你可别着急要孩子啊 你要是有了孩子 你就一点自由都没有了 除非你跟清零分了手 咱们才要孩子 妈 可以吃饭了 清零 嗯 你避养了吗 我 我 我跟你说啊 我们家现在的条件 不适合要孩子 你可别弄出个小鬼来添乱啊 妈 你说得对 阿海 清零啊 妈 说什么时候要孙子 我们就什么时候生孩子 随骂的意 你啊 就是迟钝 哪有像你什么笨的 不是妈整天骂你 可你看看现在这样 你能捧了阿海吗你 妈 你儿子有的是能力 不需要他帮 你就是宠他 你越宠他他越笨 你越宠他他越什么都不会干 啊 好了妈 对不起对不起啊 对不起 赶快跟妈道个歉 然后 我们出去吃饭 我饿了 嗯 妈 对 对不起 都怪你回来晚了 害得你老公饿肚子 走 咱们吃饭去吧啊 饿坏了胃可不行 是 张静 asleep了吗 有一件事你一定要帮我 有一家网络公司 叫做国际专家顾问团 你帮我查一下资料 越详细越好 这个国际专家顾问团 号称是个网络专家公司 提供市场情报分析 和公共基金管理 说白了 这种公司靠的就是 倒卖商业机密专件 我分析 他们盈利的主要来源是 获利的上市公司的好处费 公开资料上的负责人 只是个幌子 但实际公司的负责人是 正代酒店销售部的经理 刘成辉 你什么都知道 还让我查什么呀 我也只是猜测 我需要你帮我证实 这个国际专家顾问团 日后一定会派上用场 实验室在外面 到时候给你们 徐奶奶 没事吧 钻天了 你竟然敢欺负我奶奶 我给你拼了 你误会了 我亲眼看见他 你干什么呀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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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人家没关系 让开 清零 你住手呀 清零 给我站住 站住 喂 大天狼你给我出来 你敢欺负我奶奶 还好你跑得快 清零 奶奶 奶奶 你没事吧 我也没摔倒 能有什么事啊 你看你 我说你这冲动的个性 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是我自己不小心 跟天狼没关系 天狼 奶奶 你什么时候跟他关系这么好了 他现在可是咱们最大的客户 我刚跟人家签了合同 签合同 我跟你讲啊 你要是把我的大客户给我得罪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 快 去给人家打电话道歉去 他的名片我早就扔了 哎 这合同上 有他的电话呀 快点打电话去 奶奶 我都答应姗姗了 不跟段天狼联系 你就别难为我了 什么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到底去不去啊 难道还让奶奶 替你去跟人家道歉啊 哎呀 我知道了 奶奶 嗯 你这个小东西 嗯 我看看这合同 你怎么进来的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误会你推倒奶奶 真的对不起 你的道歉 我接受了 谢谢你跟奶奶签了合同 听珊珊说你不喜欢这个香味 那你干嘛还要盯梦灵百合啊 你说什么 哦 以前我送给珊珊一瓶香水 里面的成分有一点点 是梦灵百合的 她说怕你不喜欢 都不敢用那香水 珊珊真的撒谎了 你的手帕 也喷了这款香水 哦 我是有一块手帕 喷了些香水 那还是我自己做的 不过已经被我弄丢了 珊珊真的在撒谎 手帕不是珊珊 从意大利带回来的 她从头到尾都在说好 她到底是为了什么 如果你原谅我的话 我就可以走了 谁留你了 是我让你进来的吗 我还没有追究你上次进来 你可千万别激动别生气 你要出了问题 我可负担不及 怎么了 心脏不舒服吗 上次 我们接过稳之后 我就已经好了 那是 那是人工呼吸 我是为了救你才 是是是 人工呼吸 我知道 奇怪了 自从人工呼吸之后 见到她 我就不再心跳过速了 我该不会是 不可能 不会不会的 我怎么可能喜欢一个疯女人 而且 还是个有夫之妇 绝对不可能 工作 对 我是为了工作 我没有喜欢她 我只是因为需要莫灵百合 酒店需要她调配的香氛 没错 是因为工作 你干什么 我看你一直都不说话 我想那那里是不是有事 我给你扇扇风 不 不用 吴秘书 怎么了 准备好了 我马上下来 那如果没事 跟我来 吴秘书 这上班时间 你拿着这些婴儿用品 要干什么呀 这是总经理让我买的 总经理 买这些干吗 这是总经理的私事 问那么多干吗 告诉你你也不知道 好 总经理的私事 清零姑娘 总经理 拿好了 吴秘书 很有眼光 辛苦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是 总经理 我可以给清零姑娘介绍一下 关于这些产品的使用方法 然后 我突然想起来 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去做 失败了 来 看看 给你买了什么东西 副总 总经理他 什么事 有话直说 总经理在大堂 和那个卖花的女孩 他们 他们好像有孩子了 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应该是袜子吧 袜子 我以为是耳套的 好可爱啊 这是小裤子 天狼的表情 我从来没有见过天狼 用这么温柔的眼神 看过哪个女人 她不会 真的爱上清零了吧 好可爱啊 好可爱啊 这么小 真好玩 小宝宝的东西真的可爱 这行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都用得着 段天狼 其实你不发火的时候 还挺可爱的 可是真是浪费了 我并没有怀孕 段天狼 其实你不发火的时候 还挺可爱的 还挺可爱的 谁可爱啊 你才可爱的 可是真是浪费了 我并没有怀孕 行了我知道 前三个月不能说嘛 我懂的 你没有怀孕 东西收好了 一个奶奶不信就算了 怎么你也不信啊 上次福利院 出西文的事 我向你道歉 是我的疏忽 不 是我该向你道歉 莉莉说得对 也许是我的自卑 所以才好 你这么棒 为什么会自卑啊 你是说我 你看你 既懂花 又会调香 热情 善良 靠自己也能成长得这么好 虽然你没有父母 开玩笑的 你不是说过吗 只要热心帮助过你的人 都是你的父母 哇 那这是啥 还有谁的父母比你多呢 没想到你还挺会安慰人的嘛 把这个说好 谢谢了 天狼 这是你除了工作以外 第一次主动约我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把脸抬起来 我想看着你的眼睛问你 你要问我什么 为什么要撒谎 你不承认是吧 我不明白在说什么 难道丁海找过天狼了 你不承认 我已经见过清零了 手帕的事 香水的事 清零甚至没有去都蜜月 这一切都是你在骗 为什么要撒谎 好 你不承认是吧 那我就按照自己的理解 给你定罪了 以后 不许出现在我面前 天狼 你别走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我在听 因为我在乎你 我想帮你 清零可以帮你做的事情 我也可以 我不想被别的女人比下去 晓晓 你已经为我做了很多了 不需要做更多了 天狼 我知道错了 我求求你原谅我好吗 我再也不骗你了 我可以不怪你 你真的不怪我吗 不过夏不为例 我保证以后不再这样了 再不骗你了 别哭了 妆都花了 快把眼泪擦了 有你这种妹妹也不守心 我 断天狼 我不是你妹妹 我也不要当你的妹妹 不当就不当 你叫什么呀 清零 你又骗我 答应我不再见天狼 答应帮我保密 你却依而在的实验 你一直在骗我 这笔仗 我一定会跟你算 还有丁海 你也不是个好东西 天狼 怎么了雪晴 那个珊珊呢 走了 你们两个人说什么了 没什么 你现在跟我秘密 越来越多了 有吗 可能是你想多了吧 那你告诉我 你跟那个清零 到底什么关系啊 我和她就是 单纯的工作关系 有生意往来的合作商 那今天白天 在酒店 那些婴儿用品 又是哪一处 姜妍的事她帮了我不少 我不想欠她人情 所以就买了份礼物送给她 怎么 送合作商一份礼物 也是要拿出来探讨吗 酒店那么多员工呢 你注意影响 我知道了 以后我会注意的 珊珊 什么事情啊 那么着急把我叫出来 雪晴姐 这次出大事了 天狼她讨厌我了 你还能不能有点新台词啊 这次是真的 天狼不知道为什么 又跑去找清零 清零不知道跟她说了些什么 姐 你说天狼她不会真的对清零呢 别胡说 清零已经结婚了 就是因为她结婚了 所以我才担心呀 她脑子又没有坏掉 怎么会喜欢已婚女人 就算她现在不喜欢清零 可天天这样待在一起 我真的怕她们两个会 不会 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那你一定要帮我 帮我好好去劝劝天狼 我一定会帮你的 我现在就想办法 取消清零贡花商的资格 对不起 我待会再上来 没事 进来吧 雪晴 我想跟你谈谈 说吧 听说 你建议董事会 取缔孟林百合 为什么 报告我失交了 不过还没有结果 你怎么知道的 我计划把酒店形象 具象为孟林百合 你什么都不知道 就要取缔我的计划 你想干什么 那行 我现在就了解一下 你说吧 企业文化 是正太酒店的灵魂 服务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作为经营者 我们应该让酒店文化 成为传统 客人接受的传统 我就不明白 我们酒店的传统 跟孟林百合有什么关系 我看你是以公谋私吧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知道那个破百合花 是谁种的 但听了 你到底什么时候 能跟那个女人 彻底划清界限 雪芹 我们现在聊的是工作 她已经结婚了 她是有老公的人 我就不能跟结过婚的女人 一起工作了吗 那么多花谱 那么多花点 你为什么偏偏跟她合作呢 孟林百合是青龄改良的品种 是青龙花谱独有的花种 她跟我们的酒店形象 非常吻合 仅有 唯一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 跟她合作的原因 那我也不妨告诉你 就是因为她 所以我才暴棄合作 雪芹 你别忘了 我是你的上司 你这么做月权了 上司 在这个家里 你就是我的弟弟 好 这件事情 我会亲自跟董事会解释清楚 请你以后不要插手 段天狼 段天狼 你给我站住 段天狼 你给我站住 段天狼 你给我站住 别动我 我没做错 天狼是总经理 你是他的下属 他批评得对 你越权了 就算我越权了 但是我不认为我的决定有错误 总经理认同你的想法吗 我会说服他的 天狼 你怎么说 这件事情 我不会让步 你 现在我宣布一个决定 雪芹 从明天开始 你就调到正台百货 爸 为什么把我调走 因为你阻碍企业的发展 可是爸 既然你们两个谁都不肯让步 还是别在一起的好 天狼 你放手去干 只许成功 别让董事们说邪话 可是爸 至于雪芹 把你这么多年 在酒店工作的经验 带到正台百货去 也算是学以至用了 为什么是把我调走 不是调走天狼 因为他提高了销售业绩 是所有董事 一致通过的总经理 这件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雪芹 你别碰我 不想跟你说话 不想把我拉起来 一起喝嘛 她是我的女人 不好意思啊 我和你没关系 我知道 我不够格 已经有很多人提醒我了 用不着你凑热闹 来杯福子嘉 好的 空腹别喝那么多 干嘛对我这么好 对我有兴趣 我凭什么 我凭什么 再来一遍 稍等 又有什么烦心事啊 你好奇啊 为什么 你对我有兴趣 我是特地过来找你的 有什么话想跟我说 作为这条路上的前辈 我想劝你趁早放手 断天朗早晚会去菊山山 你什么话想跟我说 这话你说得对 干杯 喝个痛快 我和断天朗 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你们分手了 所以你心情不好 来喝闷酒 你也好吧 你说得对 我们俩真的是一种人 野心这种东西一触即发 没什么好掩饰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 断天了 还同意你继续在酒店工作吗 我被酒店开除了 别担心 别担心 会有办法的 我会帮你 怎么帮我 我还没想到 不过一定有办法 可以赢过他们 展丽 你真是傻得可爱 来 你喝多了 我酒量大得很 说好今天不醉不归 你别想逃跑 来 我陪你 你小心一点 不 好了 你小心 慢一点 慢一点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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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过了 别碰我 热死我 你站好了 盖门 这 喂 好歹也让我进去休息一下啊 喂 喂 喂 有了这个邀请函 应该就能接触到正太的高层 为重回杂志社找到机会吧 这样一个商业信息 用它不管是讨好联合财经杂志 还是正太的掌门人 都是最好的筹码 看来俊珊珊给我的那份资料 能派上用场了 如果我能帮正太找出内奸 正太一定会对我感激有加 重回杂志社也就水到渠成了 你怎么来了 要买照片吗 你是在威胁我 不 我是来跟你商量的 你想要多少 十万 原来那个拿珊珊车祸照片 勒索我的骗子 就是你丈夫 但我确信你和奶奶是政治的人 上课之前还有点时间 想你了 过来看看你 我也想你了 怎么了 心情不好吗 没有 就是花魄出了点问题 本来正太跟我们预定的 孟陵百合 现在都要取消了 理由呢 无缘无故取消订单 凭什么 我去找他们理论 好 喂 从明天开始 照旧 给酒店送孟陵配话 合同还执行 依旧送孟陵百合 啰嗦 明天别迟到 好的好的 我一定不迟到 好 潘海 你这是我的福星 妈 我们回来了 对不起啊 回来晚了 我耽误了点时间 妈 你不会到现在还没吃吧 等你们一起吃饭 我早饿死了 我给你盛饭去 我吃过了 吃过了你也不打个电话给我 害得我还把饭都做好了 放心 明天我一定把这些全部都吃完 行 妈给你收着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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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生当老妈子的命 妈 我来我来 以后啊 等我有钱了 给你请两个帮我 一个做家务 一个伺候你 你哪儿挣钱去 我等着香水研制成功啊 别替你的香水了 我一个没文化的老太太都知道 那是外国人的玩意 你啊 洗碗去吧 衣服怎么又乱丢啊 那是有洗的 嗯 阿海 你怎么吃了五百多块钱的牛排啊 干嘛放我东西 我自己都没吃饭 你却吃了那么贵的牛排 你在奶奶那儿没吃晚饭 我没有 我是想等你回来一起吃的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呢 我 我不是怕妈生气吗 你可不可以别那么懂事啊 等着 他怎么吃那么贵的东西啊 你给我准备了饭 吃吧 老公 你这是太体贴了 嗯 好吃 嗯 你慢点吃 小心噎着 嗯 我去给你倒杯水 嗯 宝贝儿 你那边现在已经很晚了吧 怎么还不睡觉啊 妈 他们一个个都偏心 整个正态都是天狼的 我就想要一个酒店都不行 凭什么呀 你爸也是为你着想啊 这女人嘛 当然是家庭最重要了 行了 我听话总可以了吧 妈 你帮我安排相亲 什么 你想通了 但是我有要求 你必须得找一个 家世可以和我相配的人 最起码比天狼强 妈妈马上安排全盛集团的公子 跟你见面 妈 今天女性坦到这儿 我先走了 你好 是全先生吗 我是段 我知道 你是谁无所谓 坐吧 还没有点东西啊 我们酒店白咖啡不错 要不要试一下 不用 我说两句就走 我有个女朋友 我们家里反对我们结婚 我是被迫来和你相亲的 我是不会舍弃那边的 我的意思您懂得 如果您能接受 那今天的相亲就算成了 那你为什么相亲 别那不不要情 你跟我相亲 看中的还不是 我身后的全盛集团 既然有所图 就得付出点代价了 相亲 相亲 肥头大耳 这么油腻你也吃得下 一期一切坐享奇人之福 你没读过书吗 那个奇人 在外头吃的是死人的忌品 他说什么 他知不知道在跟谁说话 我不管你是谁 你不懂尊重别人 就不值得我好好说话 今天的相亲久都没有过 走了 以后也没必要联系 不见了 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 你到底对我做了些什么 认为请 感觉不出来吧 这些有钱人看不进你的真心 他只会用钱打翻你的 我不用你都管闲事 闲事 对 我为什么要管闲事 因为在你身上 我能看到我自己 我也曾经像你一样 希望找到一个 有能力的人 来改变自己的处境 你刚才经历的状况 我也有过 那种感觉我懂 真是太活难了 我想 我刚才帮的不是你 而是我自己 我这回怨气 憋得太久了 我和你不一样 我知道段天狼和巨珊珊在一起 你被甩了 所以才来相亲 你别自作聪明了 如果你是为了报复段天狼 我提醒你一句 段天狼不会为你伤心难过的 别为了他把你自己搭进去 我希望 你能过上你自己的幸福生活 也能好好爱惜自己 够了 到别处释放你的灵命吧 我不虚了 雪芹回来了 跟权志强见面怎么样 喜欢吗 好 特别好 他跟我说了 只要我答应他在外面养小三 他就愿意跟我结婚 明天我就取消郑太百货 跟全盛食品的合作 为了我 敢对我段振华的女儿放肆 这点后果他总得担着吧 爸 我怎么觉得你们俩口气这么像呢 你非要搞得大家都不痛快才高兴 我回房了 你妈来电话了 她约好了检察局待局的儿子 刚从美国读完博士回来 你去看看吧 我也更喜欢读书人 我段雪芹 还轮不到你这种男人来同情 想好好工作不容易 连找个男人也不容易 丁海 有意思的男人 如果你有能力辅助我 那该多好 你找我 我不认识你啊 一起喝一杯就认识了 你放心 你不会后悔认识我 我叫丁海 可思认准备 时间 太多了 要走 时间 都影响了 こ hiç 你真好 黑色琢磊 grass 再把这些资料 通过国际专家顾问团 转手卖出去 获得高额利润 直接导致了这个结果 你为什么要找我 我不是威胁你 更不打算揭发你 我只是提醒你 万事小心 这么好心啊 其实这次我是来交朋友的 你知道像我们这种 没权没势的人 没有朋友从旁协助 很难成事 刘哥 伤小弟我一个脸吧 我保证 我不会把这些资料 交给任何人 你手上有证据 我不会不去抬车 这乱糟糟的 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明包 他还没有陪着女人的 该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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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该死的孩子 这包啊 一定是给清零买的 这个白家的媳妇 要是这样啊 他会害了我们家阿海的 我一定要让阿海 重唤一个老婆 烦死了 遇到重要场合 段正华还是会代表 政派亲自出席 就像明天山城主办的 企业家高尔夫协会的 开幕酒会 段正华就会亲自出席 段正华会去开幕酒会 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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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手包呢 什么手包啊 我没看见啊 我放在西服兜里的手包 现在已经不见了 西装我帮你挂起来了 没看见什么手包啊 谁要你多试了 什么东西啊 重要吗 你说呢 你现在马上给我找出来 我不跟你计较 要不然我这辈子 都不会原谅你 重要的是 我见都没见过 我上哪儿给你找去 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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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样的包啊 我帮你一块儿找 走开 你告诉我 我帮你一块儿找找 我帮你一块儿刀 来 不是这个包吗 原来真在你这 我忘了你也是女人 哪个女人不喜欢名牌 不是我阿海 我见都没见过 事实就摆在眼前 你还想抵赖 你太令我失望了 清凌 原来你是这么贪慕名牌的女人 阿海 你怎么能冤枉我呢 真的不是我 清凌 你就承认了吧 你 认可错就那么困难吗 妈 真的不是我 家里只有三个人 不是你不是我 难道是妈干的吗 我这么大年纪 我会干这种事 你们两个反了 敢募欠你妈 妈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可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真的不是我 我真的没见过 我相信我 相信我 你就承认了吧你 阿海 这班有这么重要吗 今天晚上我不回来了 阿海 阿海 长青 跟你老婆请个假 今天加班 又有什么突发状况 我们需要连夜成立 上晓丽出卖公司商业机密的资料 明天我有急用 我要带着她去见段正华 能不能在段正华那里 捞个一官半职 就看这一波了 好不好 知道了 好 我跟你说 我知道有个地方做车价特别好 真的 当然 我还是贵人公司呢 下次带你去 好啊 等一下 我有朋友来了 可明白吗 像我这个档次的男人 想进上流社会 有什么难的呀 我要去参观上流社会了 我要去参观上流社会了 你请便 雪芹姐 珊珊 俊叔叔 段叔叔 老段 谢谢你赏脸啊 珊珊参与设计的活动 我当然是一定要来了 还是段叔叔最疼我了 谢谢 你爸爸就不疼你了吗 你也疼 雪芹 你可要多给珊珊提意见哪 我还要向珊珊学习呢 你看看 老段 教女有方了 看看雪芹 多大气 俊叔叔 就你夸我了 你不知道我爸 他看我可不顺眼了 哪里哪里哪里 来 请 来 请 师妹 对 段小姐 跟我来 高手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如果你不想丢人的话 最后乖乖地跟我走 你要再说 你特别喜欢她 你喜欢我 是什么地方 我是你 可要是你 那你不懂得 最虚异的 你为了 你不用了 我 你听说 歇歇 你是不觉得 不相信你 你把我当猴耍 看我为你同情心疼 你心里一定觉得 我是个蠢货吧 一话说完了吗 说完我就走了 你还没有跟我解释 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和段天朗 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是你自己不相信 怪不到我同事 段长华的女儿段雪清 妈 妈 你在家吗 阿海 你在家吗 放肆 这次国际环保合作发展论坛 天朗可是一战场命啊 让我们这些老家伙也开眼不少 就是年轻气盛 稳不住场面 虎父无犬子 我真羡慕你 找了个好接班人 你以后就等着享清福吧 段老板 这不早就替儿子拉雪飘啊 天朗还需要你们几位前辈 多多支持啊 道人 是是是 各位叔叔伯伯 还是多多照顾我吧 天朗有我爸帮着了 我就可怜了 一直被打入冷宫 老段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现在男女都平等 有雪晴帮着天朗 以后郑太就没有对手了 老段 我还是投雪晴一票 你非要在大庭广众之下不给我面子是吧 就你要面子 那我呢 天朗不在场 你拼命吹捧他 就等于否认在场的我 是你先不给我面子的 看过你到正太百货之后的业绩了 一个月掉了四个点 事实就是你没有能力 现在是淡季 再说我一直在酒店工作 你突然要把我调到百货去 别找借口 销售额就是实力 如果你没有哪个实力 那我就把正太百货 也交给天朗大理 你就安安心心地去相亲 年底把婚结一起 算了 我们父女俩 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只会给对方难堪 我是你父亲 有这个责任 这是我对你负责的方式 本来是冲着段正华来的 搞着这点东西 也许能弄个专访杀回杂志生 也许能到正太 还个一官半职 段雪晴 如果我现在倒戈向你 帮你在段正华面前搬回一场 那我能得到什么呢 你的信任 你的感情 成为你的心腹 机会会更多吗 雪晴 你的脾气不适合经营 我怎么不适合啊 我觉得我特别适合 如果你觉得有需要 我可以和天朗一样立下军令状 段副动号 我叫丁海 我是联合财经的记者 这是我的名片 你干什么 我知道正太百货销售额下降的 真正原因 这份材料 是段雪晴小姐 特地请我为你准备的 你那边有什么事 你还要一根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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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 你这些事情 不愿意 你你这种事 你做个事 不是 你这事 你这个事 你这事 我不用了 我能够好 我都能够好 你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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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你这事 我这个事 你这事 我已经知道 你搞什么鬼 你早就不是记者了 还有 善晓丽又是什么人 她是正太百货信息资源部的人 利用职务之变 出卖正太与其合作商的 商业机密以谋私利 你怎么知道 善晓丽是我的同学 早在离开杂志社之前 我就开始调查了 那你怎么不早说 正太让我丢了工作 我为什么要帮正太